吴尼娜,吴尼娜,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高双双 好,先开始带您来看到花莲省政府推行的免费营养午餐 至今已经有14年了 那么从113年度开始 除了维持有机蔬菜、粥粥喝豆奶等措施之外 还增加了供应大块肉品 增加汤品食材量 以及提高鲜水产品供应的等等 希望让学生都吃得更营养并且多元的午餐 明天就是各级学校开学的日子 为了让学童吃得到更营养且多元的午餐 花莲省政府特别选在113学年度开学前一天 在省政府大礼堂举办了学校午餐餐食优化记者会 教育处介绍一系列新的优化措施 包括有机蔬菜、有机米、餐餐有点心 周周喝豆奶融入新著名饮食 并且也特别要求供应块状、肉品等等 我们接下来每个月会至少供应三次的棒腿、腿排、三节翅或肉排等大块状的肉品 希望透过提升食物口感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食欲 县长许正伟表示 希望透过这一次学校午餐的优化措施 让学童安心享用有机食材 进一步来提升健康与安全 那如何让孩子能够这个能够在我们唯一在学校这一餐能够吃到 能够吃到健康 我想这就很重要 因为其实从小到大没有人不挑食 因为毕竟我们当妈妈的我们知道孩子会挑食 那我们要跟他斗志 也要跟他生气 干脆不买他 所以有时候会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那我们怎么样如何在营养午餐能够让孩子知道 所以其实在这几年 无论是学校端、教育处端的营养师 和我们的这个业界端的营养师 在调配上其实有相当多的沟通 每一次我们在设计菜单的时候 我们都会将在地的食材 一定要在60%以上 所以现在几乎有些的食材已经在在地食材已经在在90%以上 我们现在花莲的厂商这么的优秀这样子 所以我们做家长都真的很放心说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使用这个营养午餐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县府这样的一个营养午餐 这么十几年来的一个安排这样让我们家长真的非常安心 在营养上面、卫生上面这边都是非常非常的把关非常严格的 记者会后安排与贵宾们持拼图共同组成花莲县学校餐地图 并由县长许真卫点亮象征、县府、厂商、学校三方合作的启动一项 也为迎接新学年的开学揭开序幕 象征着对学生吃的营养健康与饮食安全的共同承诺 记者刘明胜、花莲县市采访报道